目前还没有太看重的 新能源购置税的话 已经延期到明年了 所以就是说给了我更多的时间 让我等新车上市再做决定 现在我也考虑把自己的油车 去换成电动车 一年下来的话 大概油费加上保养的话 差不多能帮我节约 2万到2万5千块钱左右 购置税的话 像这个价位的车 我们差不多平均省了 大概4万块钱左右 去年1-8月份 只有588笔新能源车的减免税优惠 今年1-8月份一共有1857笔 国家实行的车辆购置税 是一个固定税率10% 一台30万元的车辆为例 它大概可以减免2.95万元 接着